没事吧 没事 谢谢啊 这帝军令 你们还没有请 帝军交出来 感动帝军 行了 别追了 脚牢牢而已 再见帝军 起来吧 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手下动用了黑金国际的所有能量 依旧没有找到您的杀父仇人 手下认为此事有欺账 我知道了 这时间也不少 该就接亲了 这样 韩思雨 我要跟她结婚 你呢 把这个南亚填海项目 给她 作为结婚的彩礼 帝军 南亚填海项目 可是全球顶流势力 都在振动的万一项目 更是两日之后 万海会的重中之重 您确定要给韩思雨吗 怎么了 手下认为韩思雨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配不上南亚填海项目 更配不上帝军您亲戚 更何况追您的富家 行了 别说了 你所谓的这些钱 全在我眼里 不过云烟 可是 行了 赶紧去办事 等一会就来不及了 是 帝军 那您的身份 是不要告知您 我亲话的 先不告诉他们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 我的身份 肯定会被捡入其中 到时候被这些人盯上 还是不是说我父亲你呀 是 思雨应该等急了吧 首带 娶媳妇了 十年之约已到 索杨 你是不是该捉我了 你是 姐 我就说吧 这男人蛮你忘了 毕竟十年了 真搞不懂 你现在可是名列全球前十的千亿女总裁 你不要嫁给他这个普通人干嘛 好好好 你就是那个将濒临破产的柳氏集团 扶持到数亿资产的柳星岩 有点见识 我姐现在可是海都最耀眼的女总裁 她 行了 别说这些没有意义的 这怎么能是没意义的话呢 现在海都各大家族都巴不得要跟你成为合作伙伴 获得就是外海会的资格 姐 你得知道你现在有多耀眼 可能便宜的这小子 清清说话有些直 但是他心地不坏 你别放在心上 没事 我这边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我刚要娶亲了 他 他说 他要去接亲 我估计 这周小子就是把你忘了 要不要 行 不行 他说过十年之约 他一定会旅行 他会去 别爱你 还这样 他接亲 李强峰 我怎么没想到 我开玩笑的 你可别当真了 走 我跟 开玩笑的 今天结婚 还非要去摆摊 真不知道你嫁给这种有上段没下段的男人干什么 妈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思雨 上车吧 等等 这大婚之日 你就开了这么一辆货车 和你妈两个人来接亲 不是妈 你也知道 我就云自那么一个朋友 她今天有事来不了 初遥 初遥 不是我说你 你没钱租两豪车也就算了 你连伴郎 这些团都没有 你也求是什么样 妈 算了 初遥已经给过十完菜里钱了 但是他没什么钱 就在约你 去吧 思雨 你放心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份星系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上车吧 初遥 初遥 以及一份和柳青岩合作的机会 这些都错 够取一个 和柳青岩的合作机会 没错 我知道 你一直想进入办会 你只要和柳青岩合作 你就有这个资格了 思雨 无论你什么要求 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见得多 好吧 我看你云森呀 人长得税又有钱 确实跟四语是挺单配啊 哎 就是这都答应人家处阳了 可难退婚了 话可不能这样说 咱们家的思雨 这不是还没嫁人呢 柳青岩 我把你当作最好的兄弟 你在我结婚当日抢婚 你什么意思 处阳我问你 你本地摊卖手抓的 一个月几千块 你能给四语幸福吗 我再问 大婚当日 你连个豪车都租不起 我和你妈两个人过来借钱 我不觉得丢人吗 听着实就不说 这个 初遥 不是我们家嫌弃你 你看看人家云森 长得又帅 对我们思雨又好 最重要的是啊 人家给的彩礼 是你的十倍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彩礼呢 我们退给你 但是 今天必须嫁给云森 但思雨 今天必须嫁给云森 哎呦 请他 听听说 儿子大型的日子 女生 你这不是当时 秦冯豪的妙 这么儿子丢脸 你才知道丢脸 你问问他 开了这么两货车 来接我女儿 有没有想过 我们会丢脸呀 请他 妈 别说了 所以你认识他 顾云森比我有钱 你也签的阵战比我大 所以你要回婚 让思雨嫁给他吗 对 你说的没错 人家云森 拿来了与柳青年的 合作项目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我们思雨 能够进入万海会 甚至有机会 接触到万海会 各大势力 都在争抢的 南亚填海项目 那可是万亿的项目 我让我叫了你 三年的忙 思雨 我知道你不会因为这件事 跟我回不等 对吗 楚阳 你知道吗 这三年来 我起早贪黑 废情忘事 事业一直都没有上去 我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可惜 一点用都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 我缺的就是一个机会 而现在 和柳青年的合作机会来了 它可以让我改变命运 跨越普通人的阶级 所以楚阳 退婚吧 退婚 韩思雨 这三年我们一路走来 你忙你的事业 我出他为你的压力 二年 在我们今天大婚 当日 当着这些众亲朋好友面 要跟我退婚 我知道这样做会让你跟张仪很丢脸 但这个机会我真的等了很久很久 楚阳 你就当是为了我 为了我在牺牲一草吗 就为了这么一个合作的机会 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退婚改嫁给他 韩思雨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你看看你 摆摊三年 就挣了十万块钱 财力和一辆货车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 你在看人家云思 开了这么多辆豪车 带了几十个人 还帮我争取到了我梦寐以求的机会 原来你还是一个 这些事 是个女人都会这么想 我们不是在演电视剧 在谈感天动地的爱情 没有钱 生活就是一个笑话 况且我是一个大学生 你是一个初中生 我们本来就不太合适 就是 我女儿是大学生 云森是研究生 刚好相配 思雨 收拾群彩礼钱没给够 别担心 我们家还有一套老宅子 还能卖几十万 张宁 这彩礼钱你们比不上 在这出场走吧 思雨 你个臭婆娘 你就算给几百万 比得上柳青岩的合作机会吗 算了 说了你也听不懂 干什么 妈 妈 你傻了 妈不好 妈妈又可以 他都在你 他要在你丢人 妈 妈 妈 我怪你 怪我看错了人 怪我不应该隐藏身份 让你生活 知道了 没想到 这韩思雨竟如此有眼无珠 怎么了 姐 清清 帮我干嘛 什么 背里 抢心 妈 妈 妈 不怪你 怪我看错的人 怪我不应该隐藏身份 杀你生活 还隐藏身份呢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迪三 如果你和思雨是真心相爱 那妈 今天就把思雨嫁 苏妍 是不是太着急了一下 还行 快什么快呀 你看 刚好你送了金丝南木房 今天呀 妈做主 就让你们把中间环节都省略了 当一个亲朋好友的面 跟思雨呀 直接动房 成为夫妻 新加坡不要 你不要 可是他在看你呢 你这样的话 你让我们家小孩的脸往哪放了呀 他这个几个胎子好 我会放 放我什么事啊 要怪 都怪你这个儿子 没钱 没钱 不该 请让我 思雨啊 张姨求求你 你想要想我 张姨 我这必须的老命 我还要给你得到 我求求你 你不要在这儿退婚 改假好吗 张姨 这件事情就让我和楚阳 自己能处理 楚阳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强求不来的 甚至现在还没丢人 我看你带着张姨离开 韩思雨 你当着重臣的面 退婚改嫁 已经让我整个家属丢进了 还想要我怎么样 和柳青年合作 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机会 楚阳 我想要的你能给得起吗 这些我都给 够了 我不想和你再继续纠缠 楚阳 你现在要么带着张姨离开 要么就看着我和云森在这里东方 你自己选择 韩思雨 这三年我们朝夕相处 我也哪怕我们不是夫妻 但也有夫妻之事 我没想到 你为了和她的合作 既然都可不为婚 你觉得你是要做对吗 你 可以做兄弟 你能不能问他们 他们觉得你们是要做对吗 对了 下个话 哥 你们觉得我这么做对吗 对 把小伙子感言思雨 和他想得很单配 你我是兄弟 但我比你有钱 比你有事 现在你可以 接住 往后 我陪你继续 陆苏阳 你老大不晓 能不能做事成熟点 马上带着张姨离开 别让他一把年纪了 还跟你在这丢人 我又是 今天来抢婚的人 他 你为了合同 该家的人 是你 现在 反而我是这个坏人 是吗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会让我更瞧不起 我跟你说过 我想要 你给不起 事到如今 我就再向你敞开一次心扉 就当是我最后的告别 我寒死于想到的 不是跟你摆台过苦日 而是想要执掌前权 跨越普通局 就成为万人之上 只要能派上流星人 让我顺势进入万海商会 不仅能拿到那南亚填海将目 我还能面见传说中的帝君 你一个摆台的 你知道这意味是 这可是上层阶级 都不我梦都想做的事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讲面见的这位帝君 就是我 你要康复的人有经验 今天还在跟我说 让我娶他 现在用你这种身份 说这些话 只会让你觉得 你吃个条条相冲 就你 还帝君 还柳青岩要嫁给你 你要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 还会开一辆 五八块钱的破车 跟你妈两个人 孤零零的来接亲 真可笑 这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都不信了呗 不要 你是我兄弟啊 我不想让你那么丢人 这张卡里有二十 十万 是给你退到彩礼前 另外十万 是我给你俩的补偿 走吧 你作为的兄弟 就是在我大婚前 想我的妻子了 我比你有钱 比你有势 我能给司令 创造和柳青岩合宿的机会 我抢关才不打 要怪 就怪你给不着他想要 到了 初遥 你说谁在帮他 我再说一次 贵婚 这三年 你的努力和付出 我都有看在眼里 所以我说过 今天会给你一个惊喜 会让你这些年的付出 得以回报 初遥 你别再幼稚了 结婚不仅靠的是紫 但凡你有了本事 都不会等到现在这样 等到现在 你是觉得这三年 我们要暗地里帮过你吧 半刀是你 移工尽力 向一步登天 在我们结婚的日子 选择了跟我退婚 韩思雨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确定要退婚改嫁 我确定 好 秦家母 我家老头子走得早 我就只有一个幸运 就让我们家小杨 结婚生死 我好期间我们家老头子 你想要什么 我就拼了这条老命 我也去做 我求你 我求你不要让思雨 在这改嫁好吗 妈 我老脸在这丢了就丢了 但我们家小杨不行 他还丢不起个人 我求你放手 思雨 你不是想和张晴妍合作吗 张晴去给你求的 你平在这推婚 知道吗 张晴 看你们家的穷酸样 没钱没钱 恐怕这辈子都见不到柳晴妍 还想求合作机会 我看你这个老不死的 就想耽误你家思雨 这有什么耽误吗 干嘛 穷还穷得理直气壮 你妈想耽误思雨 我打死怎么了 初遥 你有什么怎么打我妈 我凭什么砸你妈 她 见利妄议 当中小魂 她 实力刻薄 敷衍去世 你 使你全力 目光短浅 韩思雨 你想退婚是吧 我满足你 妈 你放心 打今天起我不再隐瞒身份 以后我不会让你再受力点委屈 可是小杨 妈 相信我 没事 韩思雨 原本我打算将南亚的天海项目送给你作为彩礼 让你一杯冲箭 原来你要是根本不配 希望到时候你别后悔 怎么 你下一句是不是又要说 你自己是币军 六青年又嫁给你 既然我们已经退婚了 我们两个就再没有关系 接下来 我会和云森结婚 麻烦你走吧 我会走 不过在我走之前 让妈 给我妈道歉 其他的事 我不在意 初遥你到底有完没完 我都还没有计较 你打了我 这飞上枝头当蹦 就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了吗 是 又怎么样 从现在起 我就是柳青年的合作伙伴 能够进入望海商会 甚至能面见传说中的那个帝君 无论从身份还是财力 我都不再是一个老头人 我让你看看你 一个摆摊小伴 犯了几年前才攒够财礼钱 接近甚至连豪车都都不起 像你这种生 谁会给你嫁给你 我嫁 我让你赶紧 你一岁 柳氏集团柳青岩 柳氏集团柳青岩 柳青岩又就是他 这怎么可能 完了完了 思雨 别怕 有我在 柳青岩在海都市何等身份 一定不会来的 这韩思雨当面改嫁退婚 不值得你继续为他留恋 初遥 娶我 好吗 要是争取了柳青岩 咱们可就完蛋了 抱歉 为什么 虽然他当面退婚 我和他一再无可能 可毕竟有三年的情犯 而且 他对我有救命之呢 救命之 你说的是 十年前的救命而起 你怎么知道 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孩 没有 你们好 谢谢你 你说谁 你说谁 你是想报答我 十年后来娶我 好 大小姐 赶紧回家了 早已等你吃饭呢 初遥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玉佩你怎么来的 当年救我的人不是你 那也不能怪我们 是你自作多情 当时 孙玉 回去想吃点什么呀 妈妈给你买个玩具吧 妈妈 你看那里有人 小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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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这孩子的穿着 不像普通人 如果能让他记恩 是你救了我 怎么了 是啊 是我们家四遇救了你 你不记得了吗 我答应你 十年之后 还去你 事情的经过 就是这样的 我们也不知道 当初柳小姐救的是你 是你自己 你认错了人 姐 我就说 这个男人把你忘了吧 还认错了救命恩人 亏你 还给他手伸十年 拒绝了那么多年轻抬去 我呸 行了 琴琴 这笔账 待会儿再给你 现在 我先要清算一下 这笔账 韩思雨 你明明不是他的救命恩人 为什么要冒礼恩情 你正还用说吗 肯定呀 以为楚阳是个落魄少爷 想要分一杯羹 结果后来发现 楚阳就是个普通人 给不了自己想要的 就想退婚咯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自由小姐 不错 是我当时 宇清星 十二 今天 你们必须为你们冒利恩情的事 不出代价 来人 宇清雅 今天你要是胆敢对苏怡和思雨不敬 我就重创你的集团 让你丧失进入万海会的资格 你个小小的无名之辈 哪来的本事 让我们柳氏集团得到重创 还丧失进入万海会的资格 我 我 你怎么能说出这张大话 柳小姐 云森说的是胡话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不原谅他吧 苏爷 你没必要打架 你是孩子 苏爷 相信我 苏爷 你也相信我 我顾云森不再是曾经的普通人 云森你 不要以为只有你隐藏了身份 说道 你不过是吃他柳青年的乳饭 既然你想帮这小子说话 好啊 我也不装了 我贪贩 我爸是黑金国际成员 掌索海都各大事 你可得了吧 黑金国际可是帝君的核心事 别说你 叫这帝都的那些大家族 也未必能进得了黑金国际 就是说什么大话 黑金国际这等警局势力 你要真的没有本事 怎么看得上韩思远 云森 你别学处杨说大话 对对对 再怎么说 他也吃上 你们青年能够抓索 你现在 上款了 杜爷 四爷 你们也不想先玩 好啊 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了 我给你一份名单 十分钟之内 让上面的人 全部破产 另外 取消柳青岩 进入万海会的资格 虽然我看不上楚阳的我姐夫 但是你说的这话 对面也太可笑了吧 黑金国际 势力遍布全球 非全是滔天 富可敌国者 不可入 你要是真这么厉害 还会求着我姐 给那韩思远合作机会 云森 我知道 你想给我和思远撑腰 但是黑金国际这种大财团 咱们 都喊不起的 苏爷 你相信我就好了 思远 我知道 你失去了和他柳青岩合作的机会 但是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重新回到万海会 刘总 云森刚说的那些话是胡话 我跟他道歉 您没放在心上 看死你了 刚才我被冤枉玷污的时候 你没有站在我这边 现在 却像在顾云森这边帮他说话 你可真够可以的 你和云森谁对我好 我看得一清二楚 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我站在他那边怎么了 就是 人家云森 请马视频个人实力 不像某个人只会吃饿 韩思雨 你之前是楚阳的未婚妻 你真觉得自己做得对吗 冒领恩情 欺骗 今天楚阳还跟他在一起 还有你 女仪熏星 详细凑合我的男人和你女儿在一起 甚至让他在惊天脸面近视 真的觉得我柳七爷脾气好好吗 刘总 刘总 我知道错了 这路都不是道歉呀 乖呀 四月 竟不着跟他道歉 应该道歉 是他领青年 死到临头了 还不知悔改 和你们罗斯这么多 也可以了 时间差不多了 就让我们见证奇迹吧 三 二 一 姐 说 什么 姐 怎么了 黑金国际 发通告 取消柳氏集团 进入外汇的资格 你这意思是 这个顾云森 还真的跟黑金国际有关系 难不成他是护灾天的儿子 听说 说 四月 我说过 只要有我在 他们谁都不能伤害你 一三 没想到 你最后真的是黑金国际 四月 其实很多年之前 我爸就已经在黑金国际成为会员 只是 他老人家形势比较激淡 所以让我没什么事 我要暴露身份 原来是这样 哎呀 我们家思雨真的是捡到宝了 哎 不 如果你的身份这么高 人家思雨 他是 啊 思雨啊 你放心 我对思雨的感情啊 天地为着 我的一切啊 都是他的 好好好 思雨能嫁给你啊 我觉得老骨头就不用操心了 不像某个人 以为吃了软饭就能够闲鱼翻身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选择站在云寺那边 而不选择你 我会自听把屈炎富士说的如此冠冕堂皇 看来我对你也足用留钱了 别在那装 你对我有什么感情 不过就是你穷的找不到老婆 只有我看得上你吧 看来你是一直这么看过的 今天要不是没有柳青眼 让你吃上这碗软饭 你觉得凭你一个摆摊小贩 你凭什么配得上 我曾在你面前从多次向你表示暗示 我想进入万海商会 想得到那南亚填海的项目 想面进传说中的那位帝君 可你呢 贫贫无事 你再看看云南云森 我只在他面前提了一两次 他每一次都放在心上 并且今天为了我 暴露了他黑金国际的背景 雨晴 你比不上云森 余才 你一辆货车 两个人接近 人家十几辆豪车 几十个人接近 余权 你一个卖摊小贩 人家是高贵宠菜 这些 够了吗 你害得我还不够 你害得柳青岩失去了万海会的资格 我知道你要面子 但见自己想一想 你有了办事吗 很抱歉 刘小姐 像楚阳这种男人 不知道我被欺骗 也不知道我跟他在一起 你要保护 希望你别后悔 楚阳啊 楚阳 你一个百分小贩 和我比谁全大 比谁势大 蚂蚁汉大树 也不过如此 现在该算算广的账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让你重新进入万海会 你只需要做的事 让他楚阳下跪 道歉 不可能 今天有我在 谁也别想欺负楚阳 我一个有你在啊 你个小小的流家 有什么能力 抵抗黑金国际呢 就是 我们云森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 你们这群屈颜负尸的小人 你们还这么说我姐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黑金国际的分量 就凭你 他有那个能力 抵住黑金国际 如果你是想借着我打压楚阳 我劝你放弃 我柳青岩不看财不看权 我今天再说一遍 我不会让楚阳受到任何的欺负 你再帮他楚阳说话 但楚阳有一句话是为你说的吗 兄弟 本来呢 今天你好好地退个婚 这是你的过程 是你自己在这里找事 思远 得亏你刚才没跟他结婚 看他有窝囊样 肯定会被亲戚朋友笑话的 还是咱们云森好 思远 你放心 两天后 办案会 我会动用一切人们 帮你争取到南亚天海的笑 谢谢你 云森 智云 为了帮他楚唐 失去了进入万海会的资格 两天之后 我们思议将会超越你 将你踩在酒下 姐 要是咱们进不了万海会 就拿不到南亚天海项目 到时候 爸还会继续逼你联姻的 既然你这么喜欢 为这小子出头 那就不看你 是丢人吧 嗯 哎呀 站那 我看谁敢 楚唐 你 秦也 别急 其实我 楚唐 你不用再说 我都知道 你也是被蒙在鼓里 我不会怪你的 但是 你之前的承诺 还算数吗 天地为正 今日 我楚杨在此承诺 给柳青燕一个盛大的婚礼 且 南亚天海项目 赠于柳青燕 南亚天海项目 赠于柳青燕 初杨 我该说你这 脑子不好 还说你 梦还没想 你底细我们大家可都清楚 你就是一个白天小贩 南亚天海项目是什么 那是万一级的项目 就算在万海会上 那也是重中之重 我给你们说的通俗一点 什么是南亚天海项目 这个项目只有地军才有决定权 怎么着 难不成 你说你是地军 各位 各位 你们信吗 顾大哥 你别在这丢人了好不好 青燕 这十年之约 是我十约在线 这南亚天海项目 只是我对你的 小小秘密 行了吧 楚杨 你要是真有那本事 你会在刚娶我的时候 开着这几辆快辆破车来接我 啊 还有你啊 柳青燕 你好歹也是全球名列前十的女总裁 你要嫁给这样一个人 那我没有意见 你这女人还真是可笑 刚刚对我姐恭恭敬敬的 现在在这耻高气养什么 从你姐答应嫁给楚雄的那一刻 她变成了我的半角尸 柳青燕 你已经失去了万海会的资格 而我有云森扶持 不出一个月 你只配仰望我的背影 而你 别仰望我的背影 不够多背影 不就是看上了一个虚伪男人而已 你就感觉自我良好了 天真幼稚 就真的个温娜费 也就你把他放过来 他哪一点都比得上我云森呢 看 天真幼稚的是你才对 不用你 只需要三天 我就可以要自信 把你站在酒下 你这个男的 怎么这么自信啊 凭我背后是黑金国金 怎么了 怎么不敢反驳了 我看你啊 就是听我们刚才在说 这南亚天海巷 你就想吹个牛 结果呢 啪啪打脸 你啊 就是个漂亮小丑 你真以为 盼上他一个顾云森 就能让你谈家改命了吗 靠 实不相瞒 他在我们眼 根本就说这样 最多三天 我会让你看到 柳青岩 不管是财力 还是人脉 都达到世界的底端 而我也会让你知道 你亲手抛弃的事 如果顾摘天知道 有你这么个废物 儿子 在外面打着他的喜好 胡作非为的话 怕是不起初心疹病了 哦 没想到你还知道我爸的名字 顾摘天 云三 黑金国际 除了你 还有这位顾摘天 顾总 没有其他人 就幸福了吧 算了 你别意气用事了 这些人虽然说狂妄 但人家背后 确实是可以进步 你比不上的 青青 你放心吧 从今往后 我不会让青年 再说什么好去 初遥 我不在乎这些 就算一份彩礼没有 我也愿意嫁给你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 我们的感情 可以从明开始吗 我不希望你对我 只有愧疚之情 好 我答应 行了 柳青岩 就你刚说的这句话 还配说我 天真幼稚 没有物质的婚姻 不过是过家家而已 我柳青岩的感情 需要一个外人 在这平头论足吗 你会后悔 嫁给楚洋 行了 本来啊 退婚事实 可他楚洋 冒犯帝君 这是死罪 你们两家 有能力去跑一个 冒犯帝君的账片犯吗 这事 我会替楚洋 亲自向帝君道歉 管好你们自己就行 可是啊 你已经被我 请求进入 万海会的资格了 你怎么见帝君 更好 我身为黑金国际成员的亲 有权利对冒犯帝君者 进行雏刑 思雨 这话才不结了 你帮我家乡 收拾几句好话 这就是帮我 帮我 楚洋 你我之间再无关系 我也不想跟你有过多的纠缠 那就这样吧 你给云森 跪下 道歉 你让我给他顾云森跪下 道歉 他配吗 我告诉你 你就为了一个 进入万海会的资格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说白了 你还是不懂 楚洋 有了云森在 我进入万海会亲而已 你知道万海会 为什么会引得各大名流 为之风暴 因为有机会 会得到万海会的准 也就是说黑心国际的诚实 帝君亲自赐于南亚田海校 余才 他价值万语 余权 他是帝君亲自 那么谁不会为之风狂的 到了那个时候 你和柳青年 不过就是我眼中的一只蜢蜴 你们这只烟雀 你气扯 你一直吃 楚洋 你知道 你为什么说 你把南亚田海项目 给了柳青年 令人信 因为太过愚昧可笑了 楚洋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你说 要把南亚田海项目 送给柳青年 令人相信 因为太过愚昧可笑了 蓝思雨 我跟你说过了 你想要的这些 我都要 我都可以给你 没有你去争 没有你去抢 甚至我给双手奉上 是你 把他亲手包起了 楚洋 你现在这种微微的身份 说出这种话 就像是跳梁小丑 自己再幻想罢了 行了 我没时间和你在这边废话了 现在立马 滚下 道歉 要不然 你妈 还有你的眼神 他能教你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魁梧那你等兄弟 高屁 兄弟啊 兄弟在权力和女人的钱 算个屁啊 这样吧 既然这个女人这么个人 我都几个人把她拔了 你说 他们谁会有你钱呢 你在玩虎你知道吧 不要 我背后是黑金国际 在海城 要顾家就是天 先生 丢下一个干方 都得姓顾 你认为 我会玩虎吗 不敢打我 那就对了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 你应该承担不起 你身边这些人 你也承担不起 绝对权势面前 那我不要试试 我承担了体吗 你真敢打我 顾云三 你不就仗着你的父亲 才敢为所欲为吧 那等会你父亲来了 你刚才在我面前 敢不敢放个屁 你敢冒我爸 主要 这是你逼我的 就是我爸真来了 后我 你主要承担不起 刘青也承担不起 还对我所有人 都承担不起 爸 你来一趟快多 我被人打了 老太国 你儿子就当死吧 云丝 妈 你和小杨 是从小董当的好朋友 小杨说错话 将一会儿跟你道歉 怎么好呢 你没看到 主要把我打成这样吗 你没看到吗 张一给你赔要费 你说你要多少 张一都赔你 张一 你真是个没文化的老太国 妈 老子会在乎你呢 你要费吗 找死 小杨 妈 妈 求婢了 咱们就是普通人家 咱们当什么狠人家比 不要 在绝对的权势面前 你们这些普通人 就是一通奸命 刘青也 这就是你要加的男人 你只是被招惹权势 不仅让你丢失了万海会的资格 还要正义受到侮辱 是啊 刚才这个废物 不是说他是帝君吗 还说要把南亚田海项目 当成彩礼 送给你 在哪呢 在哪呢 彩礼 河头 这些东西 是他都拿得起的吧 他又真的是帝君 还会这么窝囊吗 刘青也 我嫁给云森 得到了进入万海会的资格 甚至有云森的扶持 让我拿到了南亚田海项 并有机会面接地址 而你 嫁给楚阳 失去了万海会资格 甚至得罪黑金集团 错失机会 楚阳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你 和我之间的差距 你给不起他一切 老子亲而一起就能给他钱 就你这种废物 也很与亲 但是你还真别说 他柳青也还真有个性 还有你这个没文化的老妈 你说我是把他们买到娘子里去 你应该是什么表情吧 我的好兄弟 等会你不起来了 你就知道 你得罪了谁 背叛了谁 你打我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我没说什么 但现在这一巴掌 你以为打的是我顾玉森的脸吗 你撒的是黑金骨鸡的脸 好兄 楚阳 你敢打玉森 妈 就为了一个进入万海会的资格 贵心之一 当着这么多的西风好友面 让我妈丢人 别敢打我 楚阳你够了 这一巴掌 是这三年 我对你的付出 为了这么一个机会 你不惜退婚改嫁 你 真的 不配做一个妻子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他柳青年 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是有多么的正确 而你就是如何亲手 把他领记得 来人 把这条这个王八蛋 双腿打断 给我扔出去 我看谁敢打他 容忍 这车怎么可能 这可是帝君取亲的天地异象 到底是谁有资格能让帝君亲去啊 就帝君取亲 拜见帝君 敬严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彩礼 满意了 初遥 你真是 你真是帝君 帝君 怎么可能 是帝君呢 岂不是 他是帝君的亲吗 王八蛋 王八蛋了 妈 你放心 从今天往后 不会再有任何人侮辱你 现在 你觉得 你还能高他一岛 你还能把他当做垫脚石吗 你想要的这些我都有 只是可惜 你不配 还有你 我们打脚一起长大 你出了事 是我帮你拿的钱 把这个事解决了 你是怎么做 伤众抢亲 你往回忍 初 帝君大人 是我们的错 你就困在 你和思雨之前的感情分上 还有 云森是你好兄弟的分上 你就饶了我们这回吧 杜三娘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怎么对我的 怎么对我妈的 现在看形势不对了 见风是多 开始求饶了 你不觉得晚了吗 帝君大人 帝君大人 我知道错了 是不是 是我失礼 给我求求你 你要什么 你就惩罚我 放弄思雨和云森吧 我求求你 不要 不要 我妈也上了年纪了 你有必要让她这么难堪吗 难堪 我妈受侮辱的时候 你怪我 你妈自说自受 你还在怪我 你们觉得自己有点自私 自利 可笑于妹了 放八蛋 冒充你军 还冒充穿你 你是疯了你 他可细菌 你还做门 对啊 我刚刚得到消息 真正的细菌 正在东西开会 我看我笑 云森 你胡说什么 看你闭嘴 楚洋 楚洋对不起 我替月森给你道歉 对不起 我不接受 楚洋 你对我野蛮甚至三年 你看我笑话这件事 我都没有跟你进交 啊 这一巴掌 我替楚洋大了 以楚洋的为人 这三年肯定暗中帮了你家不少事 甚至在今天还想给你梦寐以求的南亚天海笑幕 韩思雨 是你亲手放弃了这个机婚 你凭什么怪她 柳青爷 你不过就是运气好 剪刀以后我丢掉的拉丁 你有什么资格打我 你这女人真可笑 亲手抛弃掉她的人是你 被打脸的人还是你 没有楚洋 你跟我之间的差距云泥之笔 没有楚洋 你连要望我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楚洋不选我 你凭什么觉得你配得上她 够了 你楚洋冒充敬军 你青年也得意 还是那句话 三 我会让四 把她柳青年 踩在脚下 满口胡言 你认为在少的人 有人信你吧 各位 她说的没错 楚洋 的确冒充敌军 什么 你说楚洋她是冒充的 可是 可是 你们不是给她行毁败之礼了吗 敌军尊容 我都没资格瞻仰 她 只是我们错认了 各位 帝军人在东省 南亚填海项目 依然是万海会重中之重 欢迎各位来参加 走 你都说清楚 四月 这 我就说这小子是假冒的 四月 这会消化吧 林森 我觉得这里没有蹊跷 四月 想想不好了 说 帝军 您的沙布仇人找到了 是个名为萨蛋的境外势力 我们在调查消息的同中 发现境内有不少内地语 他们联合 想要致你于死地 为了您的人生安全 我放出您在东省的消息 保护你 萨蛋 帝军 南亚填海项目 涉及到全球顶流势力 你如果现在将她送给柳小姐 势必会让她被顶流势力盯上 对她的人生安全也无影响 属下私自决定 将她放回的万海会 开启您的责法 是我考虑不周了 你做得很好 看来是我饮食太久 让世人忘了 传我令 万海会提前 今晚就举行 帝军 此次万海会危险重重 要不要找个人替您去 不怕 来了正好 我一网打紧 是 青年 我们走 妈 是这个车 快上车吧 这回 你们还相信那小子是帝军吗 不对 一定是 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 所以才离世改口的 楚阳这帝军之位 是坐实了 我笑 消息是我给云三的 你们不信他 难道不信我吗 云三 这个是 爸 你可算来了 您好 您就是黑心国际成员 顾在天 顾总吧 我说 刚说对人打 人呢 我 好了 你怎么不难呢 他们这些年 都以为那我们来是帝军 都没人敢来呀 是可笑 我刚从东省来 更是侵面了帝军 怎么 咱们城有两个帝军 您说您在东省 侵面了帝军 哦 对的吧 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的私语 您那儿媳妇 没错 虽然我只是目睹了帝军的背景 但是他人确实在东省 以最新消息 帝军将会把万海贵提前到京了 那南亚天海项目呢 自然是 更之重了 而且帝军将会挑选一个最合适的东省 那南亚天海项目还在 那南亚天海项目还在 南亚天海项目是万海贵的更多之重 全球顶流呀 争破老代都是得到万象 怎可能不在 哦 对了吧 刚才那个主要说 他的财礼 江南亚天海项目作为财礼 你们当时过家家呢 帝军要是作为财礼给了柳青年 那就是对全球顶流过于不惊 即便他身份显了 也绝对不可能如此而行 再说了 他一个柳青年就是一个小小的女主才 怎配帝军亲娶呢 而且刚才我爸还说 帝军在东省 给黑金国际成员开会呢 没错 于情于理 他楚阳绝对不可能是帝军 云三 那刚才是我们误会你了 妈给你道歉 云三 我刚才应该相信你的 思雨 我怎么可能怪你呢 要怪就怪他楚阳 装得有模有样 要不是帝军被我爸看见 在东省给黑金国际成员开会 我差点都心里被诊 云三 给我过来吧 云三 你是 真的喜欢这个丫头 爸 这辈子 我非思议不去 本来 还想让你和其他黑金国际成员联赢呢 爸 家里是不出什么事呢 事情还没出 但是呢 下一届黑金国际成员选举马上就要开始 我能处理一下 无论从实力还是财力 名气都处于莫队 这次要是在万海会上再表现不好的话 我爸真的要被黑金国际给踢出去了 爸 既然我顾家缺少名气 又要在帝军面前表现良好 我其实有个办法 我 其实有个办法 说来听听 爸 只要在万海会上 我向自己求婚 在帝军的见证下 我把顾家 名气定然表升啊 到时候 大显之日 帝军碍于里面 他也不可能把我顾家踢出去 好 好 我怎么没想到啊 我顾家后继有人了 初遥 对 我和思雨将会在帝军的祝福下成婚 营养天下 而 终将是冬别军日期 你这个丫头的事情啊 我也了解一二 只要你在万海会上 与帝军的见证 拔应 云森的求婚 那么 顾家 必将全力一副 助你拉下 南亚天海将谋 顾总 做话当真 你这个丫头 改不改口 爸 当真 千真万确 谢谢爸 嗯 哇 顾上 在帝军建筑下的求婚 我的名气并当一步登天 加上顾总这边 飞机国际成员扶持 我得到南亚天海项目可能性极大 刘青年 很可惜 你还是寻寻 今天要你受到了屈辱 我会被偿还 你和楚阳注定只能仰望我的位 那 柳阳 说的残礼 现在还在万海会上 至于帝军 人家现在 在东省给黑金国际成员们开会呢 怎么不能锁头这种小地方 楚阳 应该不会骗我的 姐 你这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被楚阳这种人骗 很正常 我理解 我相信楚阳的为啥 再说了 我也不在意那 南亚天海项目 难道 没正 行 你不计较楚阳骗你 那咱说会罢的 你要是拿不到南亚天海项目 解决不了家族资金链的问题 爸和那些家族高层 会做什么 您还会逼你跟那位联姻的 不行 他们从小就让我嫁给他 我不想他 死也不嫁 怎么了 没怎么 那张仪 您快坐 美龙刚才不是说再聊事情吗 聊完了没有 聊完了 楚阳 你跟我出来一下 怎么了 快点 进行 进行 有什么事 我可不是我姐那种恋爱的 真像话 真察白 哎 还装 行 那我问你 你的彩礼南亚天海项目 你是怕 南亚天海这个项目 骗你 哎 哎 哎 呦 这不是精心吗 在这儿 跟男朋友打情骂俏呢 班长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男朋友 带我来高档餐厅吃饭 哦 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我看你这个男朋友 关心的普通 也不像有钱人嘛 哦对了 我还听说你们柳家 被取消了进入万海会的资格 该不会 是谈了这个穷酸男朋友吧 我算 我们放个地方去 走 哎对了清清 我们明天还有个同学会 你记得来啊 我去实验同学 行了 说回那件事 为什么骗无解 行了 说回那件事 为什么骗无解 这件事 说了算成 那就别说了 我也不小心 虽然我姐是个恋爱脑子 但是我很认真地跟你说 我们柳家和南宫家已经联姻了 家族里面 除了我姐和其他人都要学了同一天 算了 我先跟你说个南宫家 南宫家 你是说黑金国际的十二位成员之一 嗯 看来你还有点 黑金国际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组织 里面的十二位成员代表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十二位成员 担心我 大哥 你关注的重点 是不是也别奇怪 实话跟你说吧 之前我姐被取消了就是外海会的资格 现在南宫家已经出手了 直接给了我们柳家十多名 不意外的话 在外海会上 他一定会宣布联姻的事 你要是跟着去 肯定会送去 哎 你一死刻不要紧 我只是不想让我姐上去 说完了 啊 说完了 回去吧 哎 我刚跟你说了这么多 我就是想让你主动的离开我姐 你干嘛 区区他一个南宫家 在外海会上 他们也在我面前 连个屁都不敢放 区区南宫家 行 你要是真让南宫家在你面前屁都不敢放 我也见给你好了 你这小鸭子骗你 我看不上 我 你还挑呢 聊完了 聊完了 就去吧 嗯 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咱们先去外海会吧 哎 姐 别胡闹 进去 这样 你能先带我妈去吧 我这边还有点事 等下管着 为什么 管他呢 咱们先走 哎呀 那你早点过来 放心 天面糊 过来一趟 哟 这不是青青那个穷三男友吗 怎么 在这打杂 大叔 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这没点本事啊 就别来这种高档子 这 只有人 怎么了这是 黑金骨骑负责人 千面糊 拜见帝君 拜见帝君 帝君 行了 起来吧 他们两个怎么处理 帝君 我们错了 行了 我还没有到和小鸭孩计较的地 你们走吧 让你调查撒旦的事怎么样 帝君 有点难处理 这撒旦集团起案一两百年前 扎根及时 势力遍布全球 不过听说 此次万海大会 他们的手里会来参加 你是说 他杀了我夫妻 这个 恐怕得让他轻口送手 不过昨天还查到一个消息 说 柳小姐的联姻家族南宫家 和撒旦有关系 我知道了 帝君 撒旦集团是隐藏在黑暗中的神秘组织 其财富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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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面上的所有势力 要黑金集团对付他们的话 恐怕 你认为一个两百年的势力 在五千年的势力面前 翻得起浪花吗 帝君 您的意思是 传说拥有此令者 可号召大厦五千年来 隐藏在全球的各种势力 就连帝氏的家族 见到此令也必须出事 千面胡亭令 传大厦神令 近五千年内 不管是隐氏家族 澳门 鼎流 以及我们服侍过的 三日内 聚集大厦 顺利 帝君 外海大会即将开始 您看 公一 我见 每一 欢迎各位先行落座 等待12位黑军国际成员 以及帝军的到来 你用三支的能帮咱们拿到 拿下第二项目的合作吗 相信那个什么 那可是万一级的项目 更是能和那位帝军成长关系 咱们要是能拿下这个项目 那咱们就不如再过以前的 如流浪日子 咱们家就能 以自己重新 享受如花富贵了 放心吧 我们这几年吃的苦 就剩这几天了 等这万海户结束 将是我们人生 要像挺好的一步 好好 妈的下半辈子呀 就不如靠你了 妈 对 你们看 发那样 真是灰气 从哪儿都能放进去 真是灰气 从哪儿都能放进去 妈 这陪我还会 咱们别因为他一时至极 想来他去 对对对 你不是我都忘了 等咱们拿下这南亚天海巷 咱们什么身份 他们什么身份 这家子 今天肯定又要做这个 别再给楚洋发消息了 他之前冒充过帝军 来这种地方 反而会害了他的 人工家族大哨 人工 千言 没得知道 你一定回来 看来传闻是真的呀 什么事 他们都说 人工也要 回家里 去柳青 什么 你 你留下的肉厂 资格都什么 想不想 待在这儿 留不掉你 这男工家什么来着 男工家 龙药是黑金国际成员 但他们的权势 是在十二位 黑金国际成员中 在第一啊 这么厉害 这柳青岩的运气真好 竟然被男工家看守 思雨 你放心 只要有我的 今天老杀 你一定离开 兄太友喻 思雨 反正现在还没有开始 你回去看看 妈 这个大人 这个大人 你当你妈傻呀 你没听林森说吗 是男工家 可是黑金子的 前排号第一个大家 咱们要是能跟他 盘上过游戏 那对你妈家 人家给你信 不是一毛 他已经有你身严重了 你对我乖乖你家 我说了 你凭什么打人啊 凭什么 给你脸不要脸 不该打吗 本事要奉劝你 今天最好乖乖的待在我身 不然我分钟 让你们旅家破产 男工与我再说一遍 我死也不会这样 你这个女人还真是脑子不好啊 本寿要钱有钱 要事有事 你嫁给我 本寿可以一手折天 男工少爷 您有所不知 他之所以拒绝你 那是因为 他已经有心上人了 你们又是哪个儿童 自我介绍一下 黑金国际成员 家父 顾在天 原来你就是那顾老头的儿子 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我们韩家呢 之前退婚了一个窝囊费 这柳青岩看上了 这非要嫁给他 柳青岩 你还真是有意思 你愿意嫁一个被退婚的窝囊费 也不嫁给本寿 告诉我 那个窝囊费叫什么 他够了 我的事还不需要你们插组 滚 他有家大小姐 就这么吹不出气吗 还是说 提起楚阳的名字 那让你觉得丢人 你还真是个舍弃心肠的女人 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 我要知道海都处要的所有信息 打断他的腿 给本少带出来 帝君 那边传来消息 说南宫宇正在调查您的信息 小小之辈 不作为局 听说南宫宇在万海会上 针对李小子 给我开快点 快 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 我要知道海都处要的所有信息 打断他的腿 带到本少名前 等等 怎么 楚阳和你无冤无仇 你有什么臭我来 别牵连他 嘘 刘青眼 你好歹也是万一身家 在全球女总裁当中排名前十 怎么会说出这么天真无邪的话呢 我一会儿 到底要看看他楚阳有什么魔力 让你这么执着的嫁给他 而不选择我 南宫宇 你敢动楚阳的 我会动用一切的力量和你拼命 好 本少背靠黑金国际集团 这世上谁能憾得动我 你不行 这大厦所有顶流 加在一起 你不行 南宫宇 你背面太狂了吧 狂是因为本少有狂的资本 你 说起来你柳青青也成年了吧 你柳青青不是想护着楚阳 我成全 今天你两姐妹当着这万海会 所有顶流的面 宣布一起嫁给本少 我就翻了他 能够运动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往法 你 你往法 我告诉你 这本少爷 我就是不 所有人 给我跪下 我看见了吗 被少爷 谁敢不同 被少爷 谁敢不同 姐 这个南宫宇全是滔天 我们在他面前 毫无反抗与非语 怎么着急 你个南亚天 还想 不要 不行 我必须要得到那项目 家族才不会干涉我的婚事 而且 楚阳冒充帝君 我必须亲自替他道歉 不然他以后 举步为解 姐 李青言 你对楚阳这么好 也只是顾问我的后尘而已 你看看他 在你被欺负的时候 就是 当时就是因为他 你被取消了万海会的资格 现在南宫少爷 帮你恢复 你不感激就算了 还惦记着你 我柳青言的事 这不找我们评口论服吗 像你这种一心 只有感情的女人 恨不少自己的任务的权势 更比不上跟南宫少爷 你以为 你退婚改嫁过一次 就能得到你现在的权势 让你一会登天 殊不知你现在得到的权势 只能让你 成为他的附属品而已 李青言 多虑 今天 我就在帝君的建筑下 小思雨求过 从现在开始 我的一切 都是死 相反 你嫁给楚国那种金 给你 代表什么 你嫁给楚国那种金 给你 代表什么 根对人很重啊 你看你 以前也是风风光光的一个女总裁 现在 因为那个废物变得这么难被不堪 你再看看南宫少爷 一句话 就能让在场所有的顶流权势跪下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不嫁他 非要嫁那个不敢露面的废物 行了 本少知道你在拍马 但本少很开心 行 就起来吧 你们一家过来逃好 无非就是想要南亚天 今天本少开心 这个人情 给你们了 南宫少爷 您真的愿意帮我 刚才有一句话 我说的很对 跟对人很重 今天 我就让他柳青年彻底后悔 你们是对头是吧 OK 今天你韩思雨 将在这万海会成为大厦最顶尖的女总裁 将他柳青年彻底踩在脚下 多谢南宫少爷 有了云森和南宫少爷帮我 南亚天很像 是 现在你还认为我的退婚是个错误 为了权势 抛弃陪伴自己多年的人 韩思雨 你迟早得退婚 这世界上权势最大的十二位 有两位已经站在我身后 你觉得我还会为谁而后悔 怎么 难道你还觉得 这也是人最 等望海会开始 我会让你眼睁睁的看着 怎么 对我猜的脚下 你的野心和群足够大 本事我欣赏你 李青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柳家十年前就已经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位置 这十年的时间四处找家族联姻 可惜呀 只是拆了东西 西前 笑 是 今天在这万海会上 如果还是没有家族 愿意为你柳家注资 我猜 三个月柳家会破产吧 来 给你最后一次提供 嫁给本少 柳家的危机 我一句话的事情 他还死 可是不理事 我不嫁 好 乱都不是 看来你是想吃硬的 来人 等等 嗯 南宫少爷 这个女人 就是楚阳她吗 南宫少爷 这是楚阳的事 别接 闭嘴 你在救本少做事吗 你说 南宫少爷 你帮她 过来 南宫爷 这事跟张仪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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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关系 本少说了算 刚才你替陆轩做话 好 来 还本少玩个游戏 本少开心 就放了 好吗 好 这个手 你什么 拿刀来 拿刀来 你 拿干嘛 手 放下来 放 本少的刀 炸下来的时候 如果没有炸到你的手 就算你赢 张仪 不要跟他玩这种游戏 你这游戏规则 赢不赢的 还不是你说了算 你们 怀疑我会故意炸他手 我放上眼睛 这一下子 你们不会怀疑我做批了吧 你 一会儿玩游戏的时候 你们要是赶过来抖乱 我就听到 看掉这个死了太拔的手 准备好了吗 等等 你这么欺负楚阳他妈 你不怕 他等会儿过来跟你拼命吗 拼命 拿什么跟我拼命 难道你听不见 刚才有位置安排人 打断他的双腿了吗 在绝对的缺失年纪 普通人受了最大的委屈 也得忍着 老太婆 你不是想替 那个废物儿子 跟柳青年求情吗 我成全你啊 你好了吗 我来了 三 什么情况 这南宫雨还真是得寸进尺 他不仅误入柳小姐 还欺负你母亲 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就是韩思雨 南宫雨 韩思雨 好啊 让非英国际十二成员国 滚过来万罪 三 本少爷都没抓到 回老太婆 你得回家 南宫少爷 我赢了 这个游戏 赢不赢 输不输 可不是你说的算 老头南宫家大少爷 难道你要在这些全球 顶流面前试验吗 别急嘛 这场游戏 输和赢不输 输了算 那难道不是再度的各位 顶流输了算吗 对不对 你刚才明明说清楚了 只要你没抓到 就算你输 我有说过这话吗 还是说你有证据吗 你 你看看 你都没证据 各位 这场游戏 到底谁说的 三秒钟 我要听见回答 三 二 是南宫少爷赢了 对对 我们看得很清楚 是南宫少爷赢了 对是南宫少爷赢了 南宫少爷赢了 南宫少爷赢了 谁赢了 南宫少爷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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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可是全球顶流 这下子你该不会说 我还在作弊吗 南宫远 你这是又全是压人 你妈 好歹是一方人物 为了符合这个南宫远 不许说话 你们是人吗 有脸吗 看来是柳小姐 输不起呀 你输不起就算了 还无面文 输不起 我还真是喜欢你这一口 耻拗天真的酒 可惜了 你不嫁给我 我要惩罚你 来人啊 把这个老太太 拖出去 躲碎了胃狗 您敢 动手 我看你们谁敢动 我妈 让你们受委屈了 小阳 初阳 你终于来了 让你们受欺负了 初阳 你这个被图公的荣誉费 还想到这里来 初阳 这是罢 闭嘴 初阳你 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看得清清楚楚 韩思雨 亡我们三年的感情 你就这么对我们母子的 好猛 不错 你就是初阳 比我想象中的 有骨气吗 你敢打他们 还敢打本少吗 你就是南宫雨 对啊 仗着自己父亲 是黑金国界的成员 为虎作娼 注重为虐的人 也是你 都是我 然后怎么样 我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跪下来 给我妈 和亲切道歉 我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跪下来 给我妈 和亲切道歉 搞死我 初阳 初阳 你知道南宫少爷什么身份 什么背景 你竟然敢打他 你疯了吗 我不敢打他 我好像南宫家问罪 初阳啊 你千不该万百 不该招惹南宫 南宫家族 那可是黑金国际集团 南宫第1的存在 他副体 更是部队中的战争级别的人物 告诉你 我爸是大厦第一战士 那 我们是别这些人 都得死 你应该进行你爸是第一战争 为大厦立下了恨吗 你就是 必死你 我不想说第二遍 现在立刻马上 向轻盈和我母亲道歉 道歉 我告诉你 本上也从出生到现在 没人敢跟我说这种话 万海会马上开始 我爸 还有黑金国际的人马上到 立刻定了 初阳 要不算了吧 黑金国际 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现在劝他 已经晚了 他逗了南宫少女 这个人 就是个死人了 以前你招惹我和云森 我们还念在旧情放你 但是今天在万海会 全球名流顶级聚集店 你敢折对南宫少女 目光短浅 不知死 还有你 堂堂柳家女总干 去下一个被退婚 只会招惹全世 不知进退的废物 你柳家 我心甘情 你这腻 还不向南宫少爷道歉 你这腻 还不向南宫少爷道歉 爸 你怎么来了 要是南宫少爷 给了我们柳家 十个名额纪 那我们柳家 就让被你毁了 你在说什么呀 是哪 南宫少爷 我们柳家 去青年向你道歉 这丫头就着德行 请您大人不及小人工 哎呀 永远 可以呀 我南宫家给你们柳家 你女儿柳青年 选择一个被别人 贵婚不要的废物 把我南宫女的脸放在哪 把黑系国籍的脸放在哪 南宫少爷 是我管教不严 您放心 今天我一定要青年嫁给你 赶紧跟这臭小子退婚 真想害死我们柳家吗 从十年前 柳家出现危机 你和高层 就逼着我四处演绎 难道 在你们眼里 我就是家族的牺牲品吗 你住手 你说什么东西 你敢这样说话 你说什么东西 你敢这样说话 不 你们柳家的事 我能解决 你解决 你知道需要多少钱吗 那个穷小子 十辈子赚不到这种处 我们柳家危机 拖不下去了 在这个万海会上 你必须给我把南亚的天海项目 拿到手 不然的话 我们柳家 抽走三个就要铺成了 爸 今天来的这些势力 哪一个不比我们厉害 那个南亚天海项目 肯定轮不到我们头上的 你怎么办 为什么要让一切 和南宫少爷联姻 让你一切 宣布嫁给他 以南宫家 在黑金国际的地位 在地区面前 多说几句好话 你这种就会不像我 可以我们头 我说了 我不会嫁给他 况且 我已经游出来了 我不会和任何人酒 你个死丫头 小子 这卡里有五十万 足够你潇洒起来了 赶紧滚断 以后 你我女儿吃了一点 伯父 你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不懂 如果南亚天海项目 能帮到你们两家 我可以赠你 但你千步该忘不开 让心间做喜顺便 哈哈哈哈 你可以赠予为柳家 南亚的钱很小 连南宫少女都不敢说这话 你可一无数数的穷小子 有什么自责说这话 就凭 我是帝君 就凭 我是帝君 你是帝君啊 有老七傻子吗 你要是帝君 韩思雨会和你退官 你要是帝君 南宫少女会跟你是这种态度吗 这些事你都知道啊 进入这等官司会 哪一个不是一方的人物 全球的体名啊 你把这傻子当心 你不是说 说你错 楚阳 南 二十七岁 初中学历 靠在路边 摆地摊为生 你那点家底 那谁不知道啊 还冒充帝君 帝君大人 那可是黑金国际畜使 外外之上的地位 也是你能碰瓷的 行了 楚阳 当我黑金国际的千年红会来到这里 对侮辱帝君者 他向不上 要不是 要是知道 你冒充帝君 那你必然死 你葬身之地 你 你管他什么 他要死人出去 你要想多次我拦不着 但你别害了张颜 如果你是为了我妈的 刚才我妈被他欺负 说你应该站出来 而不是现在 当着这些权贵的灭 在这儿烈人射 他的背后 有我 有顾上 两位黑金国际 承担了知识 他今天晚上 必然是万海会 最耀眼的女人 倒是你 刘青岩 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 那不是没少吃苦吗 作为男人 没本事 就不要出来 胡乱得罪人 还要自己的女人 为自己擦屁股 不难堪 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分吗 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分吗 你还敢打老子 你自己擦屁股 刘青 别一点事 不要想了 南亚天还行 跟你刘青岩 一毛钱贵你都没有 还不给南宫少爷贵家 贵他 他南宫语还不配 来来 给我们背的事 还有刘青岩 打嘴 南宫少爷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你看 你这样的一个神魔玩意 害死 刘青岩 失去了南亚天海项目 还连累了我们刘青岩 从小到大 你的眼里只有家 什么时候有过我这个女儿 你给刘青岩 我再说一次 我这辈子 非楚洋不可 非他不嫁 你要气死我了吗 你这个穷小子 能给你带来什么 能给我们刘青岩 带来什么 这十年来 就是我们集团责承的 要是没有我们集团 柳家早就破产了 作为您的女儿 这两巴掌 我可以挨着 但是要我和楚洋退婚 绝不可能 我柳青岩 嫁楚洋 不看财 不看权 不后悔 还有你 我承认 你野心很强 而且本事也不弱 有两个黑金国际成员帮你 在内有如何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比权 我也没有想过要比你嫁得更好 我只希望你要能开心就好 我根本不用幼稚 哎呀 还真是落导了 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 在绝对的权势面前 爱情不值得提 柳战 这是你女儿自己的选 你求说不吧 我柳家竟然会在这个穷小的手 可悲啊 住手 全面胡大人到 南宫女 你好大的胆子 全面胡大人到 南宫女 你好大的胆子 你打脑子干什么 这下 老子是南宫家的人 我让你跪下 全面胡大人 不知南宫兄何处忘了 有您如此生气 我向他给你道个歉 对不起 南宫少爷 今天你没犯什么错 我们可以给他做什么 南宫女都死到棉头了 你才上赶这八天 我欠你这可信 全面胡大人 南宫少爷是黑金国际的第一成员 怎么可能会死到领头 你知道他得罪了谁吗 黑金国际南宫家族 南宫天堂 黑金国际故乡 故乡天堂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 欢迎黑金国际成员入场 这就是全球军事最大十二的军队 我连记者这一看 没错 他们 每一个都是财权双权 对的 全球军事 全球军事也来了 那这么说 忍民现在一举一动 都被全球看见了 嗯 你发现什么 金国际 我会在帝君的建筑下 先救你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 这反汗会最耀眼的女人 虽然不成有些颠簸 但我终究在这里还会接 你马上就知道 我要的到底是什么 还有你 今天睡到的污辱 我会百倍偿还 我留下金钱 迈你给你重回会后 都是因为你 嫁给的这个冲算小子 多连家 爸 你看你怎么解释 有请黑金国际创始人 帝君 赵残 周园 这个陈子都能不能接近 初阳 你 你小子是疯了吗 人家叫的是帝君 不是你百事儿小怪 很虎蹭 他想死 除了他去 这么多人看见 攻击帝君 攻击帝君 帝君 攻击帝君 都起来吧 帝君 闲大人等 禁止靠帝君 你们是不是认错了 他怎么是帝君呢 爸 你们为什么叫他 帝君 我也是刚知道 这些 看不看你 对 你们两个不是说 要让我见证 你们的婚礼 很好 我给你这个机会 你 思雨 你所想的 我岂能不知 如果今天和我成功的人士 这一切都是你的 可是你呢 被利益熏悉 目光短情 为了进万海会的资格 为了攀上黑金国际成员 和我当众毁魂改将 自然聚取帝君 亲取 跟思雨 也看不知好歹了 不可能 怎么会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 明天 我们还会翻盘的 对不对 你还会给我惊喜的 是不是 自然 救他吧 第一件事 这位是我的母亲 从今往日 见他如戒舞 谁若对他不尊的话 拜见主母 拜见主母 其第二件事 今日 我取柳青岩为妻 并将南亚的天海项目 赠予他个人 与他柳家无关 各位 可有一亿呀 我有理解 我有理解 那童兄 你疯了 谁人敢对帝君有意见 帝君 你身为 大厦权势最高者 你因为大厦不负 如心 你竟如此而信 将价值万亿的 南亚天海项目 交给了这个女神 你对得起大厦 对得起 你一直以来支持你的人吗 据我了解 南亚天向来谨慎行事 今天怎么会为了一个万亿项目 如此的不决定 难不成 他们以后又不成要 云子 有件事就要跟你说 不知 选公天之前承诺能否实现 但顾家只能拨一拨了 爸 帝君 我顾家觉得南弓兄 说的对 疯了 要疯了 12位黑金国际成员 竟然有两位跟帝君对着干 赶紧编辑标题 这可是爆炸的新闻 南弓天不摘天 很好 那你们 还有战队 他南弓家族的吗 那你们 还有战队 他南弓家族的吗 我等无条件服从帝君 我等无条件服从帝君 完了完了 思雨 你快跟云森说一下 让他爸 赶快战队楚阳吧 要不然 咱们家可就真的完了 妈 我们只有这条路了 什么意思 既然我跟着楚阳不可能 那我就只有推翻他 况且这万海会 非必寻常 我有预感 只要我们战队南弓家 就能趁时局 思雨 你胡说什么呀 他可是帝君 苏宜 你放心 只要有我顾家在 就可以护举州局 更合格 这楚阳 为了一个柳青年 得罪了全球的顶流 在舆论上 已经站不稳脚跟了 只要我实力查过 他完全可以执办 楚阳 南亚天海项目 我不能要 否则 你会得罪这些顶流 再说了 那南弓家 肯定会引一次 来对付你的 你放心 这个南亚天海羡目 本身就是我的 我送给你 他们能说什么 难道 他们要站在 道德的制高点 去吃你 他们还不够 这个资格 好一个本 就是你的东西 你要是没有能力 帮助大下谋服 你就从帝君的位置上 可以退下了 你就从帝君的位置上 可以退下了 大胆 帝君在位的这几年里 为大下诉杀了多少敌人 又在暗中帮扶了多少少夜龙头 造福百姓 而你作为大下第一战神 本应对此事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你却在此信口胡言 满口谎话 黑面胡 退下来 帝君 你这 他既然能说这么多 肯定做足了准备 有什么招数 使说来 不愧为前任帝君 还是有过人之处的 各位 你们看着楚阳把这个项目交给这个女人 只是位于他的权势 不敢说 现在 我就给你们多一个选择 我和萨旦组织已经谈成合作 他们答应我 会给大下提供帮助 更会从我们十二个成员中 选出一位对大下有利的帝君 萨旦 东国最神秘的组织 据说掌控着全世界大部分财富 旗下势力 遍复全球 没错 你们是不是觉得 帝君的身份超级 其实不然 他也是靠着我们黑金集团 这十二个成员撑着的 没有我们 他什么都不是 而萨旦才是隐藏在背后的神秘大了 为权势 为财力 他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 而萨旦才是隐藏在背后的神秘大了 为权势 为财力 他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 那又如何 才怎么做 萨旦也只是境外胜利 而帝君这些年 为我大厦做过多少 我们这些顶流进阶庆祝 正是因为帝君 将这些境外势力进阶 清交出去 我们这十二人 才共同推举他为帝君 你要忘本 别带着我们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欲苦的老东西 他才在这个位置上 做了这么久 我找你几个 合适 只有顾家 家主 到底想说什么 勾赢我主 色大 各位 我给你们都带来了 惊喜 你到底要干什么 看不见吗 除了顾家的孩子 你们十家黑金国际成员的孩子 都在那儿 我看你们是臣服撒旦大人 还是要救你们的孩子 我看你们是臣服撒旦大人 还是要救你们的孩子 大型人特大型人黑金国际第一成员联系了境外势力撒旦 难过天 这也是当家 你疯了吗你 我怎么疯 让这个二十七岁的傻屁孩子 做地区 你们才是疯的 收起你们的血呗 我知道你们不服气 不过这不重要 你们会站队撒旦大人的 撒旦大人就会确定 谁 谁 才是大厦 最重要的地区 你疯 大厦的地区 何时轮到他一个外国人化了 看来这位朋友对我很不满 人 给我杀了他的孩子 你敢 爸 别管我 你就杀了这个外国佬 不止死活 都走 够了 够了 这是我的地盘 收起你的爪子 不不不 这里马上就是我的地盘 伤合同 各位 要想救下你们的孩子 就牵下合同 让出你们的资产 要想救下你们的孩子 就牵下合同 让出你们的资产 你们这帮外国老 妄图侵通我大厦资产 门都没有 没错 我们大厦的资产 绝不可能给你们这些境外势力 各位 我想你们都误会了 小丫头骗子 这种场合 哪有你说话的分 我背后站的是顾家和南公家 任全市 你恐怕还比不上 你 爸 他叫韩思雨 之前帮我说过话 而且我已经答应 把南亚填海项目交到他手里 南公家主 我们顾家完全站在思雨里 思雨的业 就是我顾家的业子 人家能在这时候站住 不简单啊 是 南亚英孙这次啊 找了个好媳妇 我看思雨 还真是有心机 居然想趁机 找权找势 不过 他确实成功了 在这方面 我的确不如他 拍马屁攀附 算什么本事 刚才这南公家主说的没错 这楚阳身为大厦帝君 没为大厦摸过福利 更没服侍过在场的任劫 而现在他却沉迷女色 当着全球顶流和各大计程面 要将这份南亚填护合同送给一个女人 你们觉得这样一个人 有什么资格做在帝君的位置 南公家主要来了和撒旦先生的合作 行为虽然有些不同 未必不能继续让自己的家中 撞他起来 南公老弟 这个女人我很欣赏 就让她做我在大厦的代言人吗 这韩思雨竟然要让撒旦党先生不简单啊 我南公家和共家战队韩思雨 撒旦为两国友谊 决定让韩思雨做他的代言人 思雨 我们又发了 看来我们都对了 撒旦先生 我韩思雨 愿意为你想通敌叛国就是通敌叛国 说的这么好听 闭嘴 闭嘴 现在整个大校顶流被裹歇 要不是我站出来这么选 整个大校的情况只会更糟糕 你 反倒是你 隐藏身份确实很高 我不后悔 如今我如约绝起 足以给你平起平 你费尽心思做这么多 就是为了和我平起平坐 你少自以为是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还自以和你退婚 事件多么正确的选择 我要让你知道 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怎么 你不不被我推下去 那我们已经退婚了 今后再无瓜可 你所做的这么多 就是为了证明 你可以站在我们上 我今天被你打了多少次脸 我妈妈和云森 受到了多少次侮辱 你不就是觉得你隐藏身份 让我觉得后悔吗 后悔的只会是女儿 还有这个 宁愿死 也要嫁给你的白痴女人 精彩 看来选你当代言人 不选对人了 萨大先生 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您放心 我会完成 好好 我对你很满意 如果你能完成目标 这大夏帝君的位置 就让给你了 萨大大人 你不是说给我的吗 是吧 我说错话了 韩思雨成为大夏帝君 蓝宫家 定会全力不施 这才对 妈 思雨 开始正戏吧 思雨 开始正戏吧 韩思雨成为万海会最有权势的女人 权势不次于黑金国际成员 她又会以怎样的姿态和大家对话 让我们敬请期待 你看 你手手松了 各位 想必大家在写什么话 大家也听到了吧 里面其中的意思 各位已经明白了吧 好 至于地心的位置 我觉得还是有能力者而得知 所以你们各位 依旧有机会 天真 现在我邀请各位跟我签订这个合同 共同退出黑金国际 共同宣言 废除楚阳的定军之类 相应的 撒旦先生 你会抓到你们的孩子 不行 要是楚阳被押口 人家能跟他抗河 你这个云船的女人 这里要你出款份呢 他们的孩子在撒旦先生手里 你觉得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共同退出死堂的帝君之位 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你这个什么懂不懂的女人 要是再敢说话 别怪我让你留下破产 你给我闭嘴 你个死丫头 帝君已经大事已去 你还对他说话干什么 爸 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什么 你听不懂吗 我让你离开楚阳 现在是帝君 等我屁都不是 之前楚阳的身份没暴露的时候 你羞辱他让我离开他 现在他身份已经曝光了 他因为你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你就让我和他分开 你知道妈为什么 那边要跟你离婚了 因为你一生都是个实力呀 你敢自己 够了吧 清清 你要听姐说话吗 只要姐姐幸福 我们作为家人就应该成全他 你个死丫头 你知道撒旦组织有多么的可怕吗 我掌握着世界财富百分之六十以上呀 你姐现在替楚阳说话 她就是长死啊 得连累我们柳家完蛋的 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才是你的心里话是吧 你 既然你觉得我帮了楚阳 会连累柳家 那从今天开始我柳其言 我宣布推出柳家 从今天开始我做的任何事情 与柳家无关 你击掺我了 还有你 为了全市退婚改家 通敌叛国 你韩思雨 不过几次 现在的你不论身后的地位 你都远不远 你不过是我脚下的一块半脚石 你跟着楚阳 楚阳完蛋 自然也会完蛋 你就这么确认是我们完蛋 而不是你和撒旦一起完蛋吗 你就这么确认是我们完蛋 而不是你和撒旦一起完蛋 你还认为你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帝君吗 别和他废话了 到黑金组织解散之后 他楚阳 屁都不是 亏你们之前 一个 楚阳的未婚妻 一个 他的好兄弟 现在攀上了一个外国佬 你们就对他落井下石 闭嘴 现在的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你 怎么样各位 是废出楚阳的帝君之位 还是让你们各位的孩子 遗难呢 你们忘了帝君对你们的恩赐了吗 若不是帝君 你们觉得黑金国际这十二位 为什么是大下人 若不是帝君 你们觉得这几年境外势力 为何会解决费退 这些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的孩子 撒旦仇上 前面虎 无需多言 让他们自己做决策吧 我刘家决定 废出楚阳帝君之位 我刘家宣布 废出楚阳帝君之位 我刘家宣布 废出楚阳帝君之位 废出楚阳帝君之位 我刘家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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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家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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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厦只要团结起来 哪有他撒旦什么事 你们想推帝君下台 不过是想重获帝君罢了 我黑金国际 再怎么说也是世界级的势力 只要我们一条线 与他撒旦同归于尽 他敢不放我们的孩子 够了 需要在这里一派回 刚才韩小姐已经说了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同样可以解救孩子 而且你还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怎么 你上官家不想做帝君啊 你 我承认 帝君这个位子确实很吸引人 各位你们想清楚 若是帝君下台 他撒旦会赎和对我大侠 不要为这眼前的一丝利益 抢送了大侠 这个人我不行 明白 上官家主 撒旦先生已经严重对你不满 麻烦你宣言完退下 我会许诺你的地位 不会比现在差 哈哈哈 我上官家 不做狠狗贼 我儿 不怕死 我上官家 可不怕死 很好 那你上官家就破产了 很好 很好 那你上官家就破产吧 我上官家买大侠顶流市 身价超过六万亿 即使你一个外国老 一句话就能让我破产的 上官家主 你的财产虽然多 但在黑金国际的成员面前 你比上他 我大侠上人是他重利益 但是我们的帝国底线还在 只是你一个势力女人 所能挑拨的 南宫老弟 你也该做点事 上官兄 大势所趋 你不站队撒旦 非要去支持楚阳 就是死路一条 这几年 帝军所作所为 我竟只看在眼里 他虽紧是 但暗中帮过大侠 度过数次危机 若没有帝军 拿来你们这些黑金成员 上官老随 你若死执迷不悟 就别怪我不客气 顾兄 你我两家资产加起来 远超上官家 咱们的严手 封锁上官家所有产业 顾兄 听我相较多年 我如今站在帝军身前 也就是站在大侠 对抗他几万势力 你真的决定要与我等敌动 封锁兄 我顾家已经得罪斯帝军 而且我现在发展遇到了瓶颈 再不全球发展 注定要不 所以我只能赌 顾帅天 你真的要这堆撒旦 小破坑 上官兄 对不住了 南国兄 我顾家愿意和你联手 蒙死上官家 上官兄 你何必非要支持楚阳 葬送上官家呢 你看看他 没有我们的支持 他就像一条死狗 什么都不是 是啊 上官兄 帝军大势已去 只有你站队他 其他顶流 都站在了 撒旦这边 要像村庄 是拉底底线 其他黑金国际成员 一孩子被绑架 我可以理解 丹丹公家和顾家 你们没有把柄 在撒旦手里 却依然听从他的命令 你们注定被钉在大侠的尺路中上 上官家主 您放心 我柳氏集团愿与你一同占位 直面这些境外势力 一柳家区区市值百亿 在这黑金国际的顶流商战中 不过就是可疑 那又何妨 我会和楚阳一起 会和大侠 战斗到最后一刻 哪怕破产 在所不惜 说得好 我姚家愿战队地军 直面境外势力 我张家愿战队地军 直面境外势力 沈家愿战队地军 我柯家愿战队地军 大侠全是最高的12位黑金国际 成员 有11位占到了境外势力 而这些不如你们的势力 却坚定地站在了地军这边 施以大厦站到最后一刻 你现在说这些 有什么意义啊 怎么会没意义 这一战你们若是败了 就和撒旦一起完蛋 而你们十一人 还有站队境外势力的 剩下其他人 都将被定在大厦的 耻辱助长 你笑什么 撒旦会失败 看来你是没有意识到 撒旦大人的权势和财富 那是很恐怖的 哈小姐 你现在已经是撒旦大人的代表了 接下来我们就听你的主导 把他们给我绑了 禁止播放一切消息 干什么 各位 别被你们的家国情况影响 只要我们打赢了这一战 那历史将会由我们来改写 没有人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 身为大厦人 你用这种手段 不觉得脸上无功吗 柳青言 你天真 但是我不天真 今天之前我还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现在仅仅一天 不论从身份还是地位 我已经走到了世界的领域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坐在这个位置 给你们的机会已经够了 现在我命令你们 马上封锁楚阳的所有权势 给你们的机会已经够了 现在我命令你们 马上封锁楚阳的所有权势 只有三秒 不服从者 我会让你们的孩子 命丧当场 这是大厦所有公司的数值变化 你们的公司 我没有记住 给你们十分钟 让这个数值跌下去 否则 我对你们不客气 自己给我吊出来 你们先都打快 我先都打快点 我先都打十八点 快 调取所有资金 故事 从百万一 跌到了七十 我的混账玩意儿 喂 我的棺材本拿出来 我大厦公司的总市值 给我顶上去 好厉害 伤怪家凭一己之力 提升了大厦市值 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撒旦先生 大厦毕竟人多 此刻该由您出手 给我三成资金 三分钟之内 给我打崩打下 可笑 您的外国老妄图 用三成资金 打崩打下 异想天开 说 什么 请客之间 我上过家 数万亿资金 被 打崩了 只是动用三成资金 就让一个数万亿家族 破产 这撒旦 好强的实力 四月 看来这次 咱们站队了 初阳 你现在已经没有了 黑金国际成员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帮助过你的人破产 你做何感受 挺无聊的 死到临头了 还在嘴里 有时集团也破产了 百万亿的市值 跌到了百亿 不要 站在你身边的几个家族 悉数破产 你输了 切面虎 在 十分钟之内 让撒旦破产 还有 这些站在室外境里这边的 也一同破产 初阳 你的仪仗 黑金国际集团 已经倒了 你拿什么让扫蛋 拿什么让我们破产 行了 这小子逼了半天 我以为有什么踏手 封屁一样 帝君大人 恐怕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咱们多多理解他 就当他刚才只是放了一个屁 哈哈哈哈 直到如今 你怎么还能说出这种大话 韩思雨 我已经给了你多次机会 甚至这一次 你呢 不惜悔改 甚至站在了境外他们这边 你给了我多次机会 初阳 我拜托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以为是 我也是一个人 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好 重复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的我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你 还有那个柳青岩 已经仰望不到我的背影 所以你就退婚改嫁 卖国成容 这就是你追求的权势吗 有位的权势 你不在乎的权力和财富 我现在终于得到了 而且在我眼里 你 失手可得 甚至整个大价的存亡 我都可以决定 所以呢 得到了这一切 你满足了 什么意思 韩思雨 我已经给了你最后一次机会 是你自己 不知悔改 痴迷不悟 那我叫你看看 你所欲的权势财富 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楚洋 我拜托你说话长长脑子 现在决定权在我 你不过就是一个被架空的帝君 你靠什么反派 你拿什么去拯救帮助过你的人 三 二 一 发生了什么吗 什么 我蓝公家被巨额资金 打破产了 爸 爸 怎么了 后家 破产 什么 初洋 韩思雨 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此前大夏所有公司遭遇境外资金打压 总市值低至百亿 无数公司破产 但仅仅三文东不到 一笔巨额资金入场 大夏总市值有百亿 市值要满意了 大人 不好了 你怎么回事 当夏怎么又急了 咱们公司大量资金被做空 公司市值暴跌 百分之九十五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一个外国佬 还真以为 我把你放在眼里了 既然你的一眼本了 那就人到我了 你敢动我 我背后有三百神经高手 灭你大夏 轻轻松一下 一个神经高手 等你十万大军 撒 撒他去 掌控着三百神经高手 那就跟初洋吧 我之前在暗网上看到过 神经高手 一个人 可以灭一个小国 云三 这神经高手 这么厉害吗 我看大家 怎么都这么害怕 传闻 每个国家 都有三名以上的 神经高手作战 掌控神经强者 就是掌控权势 那是撒他 掌控三百神经高手 那岂不是 没错 已经超越所有国家了 只要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不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在他的手下存活 我手下有三百神经高手 灭你大侠 轻轻松松 区区三百神经高手 就是你立足这大侠之本吗 没错 南宫天 仅仅是半神之机 就被封为大侠第一战神 而我背后 有神经高手三百 我承认 我是低勾了你的财富 没想到能让我撒旦 组织的市值 破坏 但是有再多的财富又如何 在绝对的权势面前 什么都不是 楚洋 我承认我确实看错了你的身份 但撒旦天上背后三百神经高手 你招惹不起 整个大侠都招惹不起 你不可以为了一时之快 去害了大侠 那刚才大侠受箭的时候 怎么没有借你站出来来保护大侠呢 主要 我说了 我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 拯救大侠 这次我还有信吗 对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认识楚天昊 楚天昊 大侠曾经的守门人 怎么 你认识他 你也清楚 他是你父亲 所以你杀了他 他是你父亲 所以你杀了他 这小时多年的大侠守门人 楚天昊 居然是帝君的父亲 难怪了 难怪他能成为帝君 是你杀了我 张鲁 我敢 别说 他该死 我花了万亿买不动他 还说什么 他是炎黄子孙 所以你就因为这也就杀了他 没错 我还要杀了他所有的家人 可是被他提前调送 没想到 还能在这碰见 你找死 你敢动我 把三百神经高手 尽数进入大侠 大侠将因你而灭 三百神经高手 我屈指可 那你倒可以试试 杀了我 整个大侠将为我陪葬 放在 韩思雨 你干什么呀 初遥 你以为我们有点大器官 你知道三百神经高手 意味着什么吗 你要是在这里杀了撒旦先生 大侠怎么办 那你慰问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们怕吗 初遥 我拜托你不要这么自以为是的好吗 那你慰问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们怕吗 初遥 我拜托你不要这么自以为是的好吗 你这个叛国贼 你说的话他们会信吗 我叛国 好 你问我他们 我刚才让他们签的是什么 帝君 刚韩教宴给我们的是 保密计划协议 什么 你欺骗我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会叛国 更不会被你侮辱 初遥 我确实是想得到这些权势 但用来对抗你和保护大厦 并不矛盾 你这 为什么要这样的 还不都是因为你一直自己的事 自作出场 让我一步步逼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初遥 收起你的清高吧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些普通人为了这些权势 多么重要 我 你知不知道 你毁了一般好情 所以你们也觉得 我杀他撒旦为我父亲报仇 也是一件错事 不 你没有错 你只是没有感觉过 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这里杀了撒旦先生 会害死我们在场的所有人 你们呢 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他撒旦所有的三百神经高手 在我眼中 是屈可灭 我明白了 够了 闹剧该结束 我撒旦组织 一百五十六个成员国 现在宣布 对大夏地军楚阳 发动万国战争 我撒旦组织 现在宣布 发动万国战争 撒旦 要对敌军发动万国战争 这 姐 完了 这已经上升到国战级别了 楚阳一个人 怎么抵抗得了 楚阳你 你看看你惹的祸 撒旦组织一百五十六国 向你发起万国战争 你一个人对付得了万国吗 就是 刚刚好好的道歉 不就完了吗 现在好了 万国发起战争 快到整个大夏都被你连累了 楚阳 是你一直以来的自以为是 害死了你 够了 楚阳的父亲 本就是撒旦所杀 楚阳报仇 天经地义 而你们 口口声声说 为了大夏 你更不是遇到点问题 就要牺牲别人保全自己呢 我想你误会了 我们这里有任何一个人说 要放弃楚阳吗 没有 你们难道没有听到 撒旦说他背后有三百个神经高少 是他自己一起用事 才去招惹他的 我知道你喜欢他 护着他 但你这种无脑的护着 只会更让他自以为是 你现在看看 现场的哪一个人觉得他做得对 帝君 实在不行 你就偷个钱吧 帝君 实在不行 你 你就偷个钱吧 道歉 道歉 我楚阳 一人做事 一人当 绝对不会牵连下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逞强 各位 我们撒旦组织 已经向全球发出了通道 即刻起 楚阳 将成为我们撒旦组织一百五十六国 发动万国战争的目标 你们谁和他有关系 同样成为我们的打击目标 好啊 楚阳 你堂堂大下帝君 竟然没有一个人和你共面生死 谁说没有 姐 晓阳 你放心 妈陪着你 好一个感人的爱情和亲戚 但是在国战面前 未免也太可笑 也别怪我不给你们大下人面子 明天来帝都接受万国的审判 否则 你们就承受万国的怒火 至于你们的孩子 等你们同意交出家族资产 我就放了 走 主阳 现在这结局满意 这不就正是你想要的吗 本来你可以早点告诉你的真实身份 你就不会被退回 也不会在万国会上发生这种事 是你 被利益学习 没有原则 对 你说的都对 不过也就是你这么一样 能让我在这万国会上崛起 让我在全球处理 也本来 这万国会不会对你发起战争 要怪就是怪 他自己没事 满口大话 好了 虽然都知道他必死无疑了 还跟他干什么 死了 你可真可怜 怎么还没有想呢 你竟然跟你这个倒面儿子去死吧 行了 妈 我们跟他已经再无关系 从今以后就不要说什么了 我们走吧 走吧 虽然 满了 秦妍 得拜托你这件事情 你可以拜托我 秦庆 好 秦庆 这件事和你们没有关系 带着妈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张卡你拿着 里面有些钱 足够你们花了 我姐在哪 我就在哪 行了 秦庆 你是一个成年人 不用什么事都跟着姐姐 带着张仪 走吧 我看一下 你们就别管我这个老太婆了 小阳要是活不了的话 我也不活了 妈 你在说什么古话呢 她把我那也活不了的 妈 相信我 进去 你也相信我 我去了 知道了 麻烦了 张仪 咱们走吧 好 小阳 你要是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把我妈说 妈 妈 你放心了 丑阳 那我们 何时出发 他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个安全的地方 是 切面虎 在 船大下神令 召集全球势力 前往地中 灭我国 不吓死 死云 来 吃饭 妈今天做的呀 都是你爱吃的 快吃 思雨 咱们现在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你又被评为大夏最耀眼的女总裁 虎着一张脸干嘛呀 开心点 妈 你说楚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 他发生什么 关咱们什么事啊 他已经跟你退婚了 你们两个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是此时活的 不要你管 妈 你觉得我们现在有钱 有权也有势 但你们都觉得我们的生活 并没有什么变化 好像还缺点什么东西 没说什么呀 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这不就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吗 你呀 就是不习惯 慢慢的就好了 林次来了 思雨啊 办公会上 从三大进来之后 你对楚洋的变化为什么这么大 你给黑金国际成员的合同 为什么没跟我商量一下 哈自言 不管你变成谁 你什么身份 你记住 你是我顾云森的女人呀 云森 我有点时间要跟你说 什么 我其实跟你说的那些话 是为了解除了 我跟你没有任何感情 我其实跟你说的那些话 是为了解除了 我跟你没有任何感情 我刚才 是不是都疼你了 我跟你都讲 跟你说这话 什么意思啊 书雅有句话说的很对的 没有缺 没有钱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这张卡给你 你可以以后过你的负担来的生活 对不起是我迷惑了你 但你 让我明白我想要什么 哈自言 我顾家为了帮你 不需妨诚 你明白了 你都明白什么了 可是我爱的是楚阳 我不想让他去死了 可能是万国战争 万国的楚阳发起的战争 你认为给他楚阳一个人 他能在万国战争活下来吗 对不起 我们身为第一军的德令手下 国战面前却出头 是不是太出手了 从我们的孩子被抓那一块起 我们就只能做出手了 可怜帝君一家 父亲是大厦守门人 这辈子的撒旦 残忍杀害 我显不及 归为我大厦帝君 也能讨一死了 妈 我大厦也算是一个大国 有必要是一个撒旦龙人 不要吗 撒旦已经发起了万国战 我们说会有战 那就是我大厦异国 对战万国 这责任 我们承担不起 如果 我们也个人面业 你一个叛国贼 说什么呢 说 我顾家的情况 你们又是不清楚 身为黑金国系的末六 不博一把就得被淘汰 昨天我顾家已经不博书了 不定被淘汰 在这个时代末 而且 帝君的父亲楚天昊 曾经对我有恩 这个恩 我理当要报 我们人不仅对你有恩 当初国战 我们这些顶流 也是他一手抱下来的 好 那还叫什么 走 萨战先生 据完萨战组织出事 是为了掌控世界 此消息是否处持 掌控说不上 我只是维持世界秩序 据说你此次针对大厦帝君 其目的是为了攻打大厦 此目的是否处持 相关消息 你们马上就会知晓 南宫先生 据说你为了加入萨战组织 被判了大厦 混家公司 你不是这是问题吗 你干嘛 你什么 快 不要 够了 南宫老弟 娱乐很重要 不要因为这种小事情 想我们的大群 啥子大人 韩思雨已经背叛了你 到下帝君的位置 我 你放心 我这次带你来审判大会 就是让你接受这个位置 看来我们南宫江安没有跟错人 但是爸 你说今天这楚阳万一共来的办 下面这些都是全球知名机制 而且我已经早已安排人全程吃播 他要是不敢来 就承认自己不会当大厦帝君 但是撒旦大人有远见 你能够到胖国 其在当中 终于来了 万国战 帝君楚阳终于到场 让我们敬请期待 看来你还是选择接受审判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被审判的人 会是你 小子 我有沉静高手三的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只要我一身力下 整个世界就是我 扎旦 今日之后 这世界 再无你扎旦 看来你还是不愿意乖乖接受审判 来人 等等 撒旦先生 我以我现在的身份 替楚阳求起 求你大人不计小人公放他一马 我给过你无上的权势 而你却背叛我 背叛的事情我可以接受惩罚 但求你放过楚阳一命 韩思雨小姐 我记得没错的话 在万海会社 你费尽心思打压他 你现在是脑子禁舍 还在帮他说话 韩思雨 你什么意思 放了他也可以 你让他下跪道歉 自备装手 永远退出大下 放了他也可以 你让他下跪给我道歉 并且自费双手 永远退出大下 可笑 楚阳你够了 韩思雨你要干什么呀 我都不计前嫌 跪下向你求情了 你能不能醒醒 不要再闹了 他背后的三百神经高手 代表着什么 比如说大下 整个全世界加钱都应付不了 你怎么应付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三百神经高手 对我来说 楚阳我求求你 我们去到个家好不好 韩思雨 你不觉得你这个要求 十分可笑吗 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 可是你又想过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吗 他继续砸的 我还不放在眼里 思雨 妈 你怎么来了 妈是想过父太太的生活 可是 妈更想让你幸福呀 连森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臭小子 各位 这里是万国审判大会 不是来给你们拉家常的 我再给你们三分钟 他如果不下跪自断双手 我就要让我的神经高手出手 你撒旦组织 仅存两百余年 你可知 这人万有人 天外有天 我撒旦组织遍布全球 根神帝国 拥有全球百分之六十的财富 更是掌握着神经高手三百 怎么 你想说 你还有比我更强的事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行了 我身为大厦第一战神 岂会不知大厦的底约 谁经高手 谁经高手也就五位 而且都是元老级的人物 他们不会放你的 五打三百 怎么打 你自己觉得能赢吗 闭嘴 你身为大厦第一战神 第一权势 在如此危难至极 选择盘国 其罪帮助 得了吧 你只会成抠蛇之快 你看看你身边 除了这个千面湖 韩思雨 还有人帮你吗 一个堂堂的帝君 你功能这个分手 你怎么不去死呢 这也不怪楚阳 据我了解 你们大厦人为力制徒 大难当头各自飞 这很正常 楚阳 你也见识到了大厦的冷博 我再给你一个选择 归顺我 和我一同灭了大厦 如何 愚昧 无知 我大厦五千年的历史 岂是你一个外国佬能了解的 哦 看来你这个大厦帝君 这要和大厦战斗最后了 那又怎么样 今日我来 就是要将你们这些境外势力 全部剿灭 还我大厦安宁 楚阳 你自己孤身一人 你说这话可不可笑 不愧是大厦守门人 楚天昊的儿子 但 凭你一个人 对抗得了我三百神经高手吗 楚阳 人命吧 大厦 无人了 说我大厦无人 谁说我大厦无人 黑金国际成员 顾家 黄家 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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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 愿以帝君 愿以帝君攻击退 愿以帝君攻击退 你们这是 帝君 若您不在 我大厦必被这些境外势力所吞并 我等不如与帝君共生死 与这些境外势力决以死战 你们身为大厦顶流权势 也会失去理智 干出如此愚蠢之事 可护天 你归为大厦第一战神 不为大厦战 却站对这些境外势力 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老子选了这条路 就没打算让大厦存活 撒大大人手上有三百神经高手 而你们手上一个都没有 你们不会以为 凭满乡热血含含口号 就能和楚阳战胜我们吧 南宫老弟 对付他们 不需要出动我的神经高手 你就是那个带头的是吧 把他的儿子带上 是 听闻你们大家 很看重家国 我倒要看看 家和国对于你们而言 那个更重要 给你个选择 是保你的孩子 还是保你的国家 爸 别管我 给你个选择 是保你的孩子 还是保你的国家 爸 别管我 撒旦 你当着全球人的面 让他做出这种选择 你这不是在对他人格的侮辱吗 对啊 你的背叛还没有受到承服 来人 你不能 放开我 我也给你个选择 是保你的家人 还是保你的国家 我只给你三秒 你不做出选择 我就杀了他 三 四月 四月 四月救我 妈不想四月救我呀 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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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 你在玩火 玩火 我最喜欢的就是玩火 三官家主 我也只给你三秒 归胜我 和我一同命 叼大虾 如何呀 三 二 爸 我们三官家 给我撒了这个外国狼 滑 滑 滑 什么牌 托出你运头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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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洑 滑 蛆蛆凡人 别赶上撒旦先生 神好 传闻中 闭关三百年的那位 你是为大厦神经高手 竟然拨着这梦 境外实力 老夫 你突破神经大圆满许久 唯有撒旦先生 让搜集天地礼物 助我脱破 你可是大厦人啊 身上留着大厦的悬脉啊 我批大厦血脉 我差一步 就快成为真神 大厦已害得上我 没错 区区大厦算得了什么 主阳 有多少人因你而死 如果你再不下跪 整个大厦就要为你陪赠 我说过了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果神老是你的底牌的话 今日你必死无在身之地 可笑 神老可是神经圆满 他光平一人 就可比敌其他神经高手联手 小子 看来你还不知道 神经大圆满 必为的什么 除阳 做出选择吧 除阳 做出选择吧 是该做出选择了 你这卷 我等 还能打 韩小姐 带你去走 韩小姐 你走啊 你还要让多少人因为你去死 算了当时 不能让他逃走 一起去免后患啊 有没有找你多嘴 来人 给我杀了他 我干谁干 帝君 他们到了 八蛋 这场闹训 是该结束 结束不了 我有三百神经高手 早已匹敌全球 既然你不做选择 那就全部去死吧 动手 这是什么东西 奉帝君 大下审令 全球十万神经高手归位 请帝君下令 寂灭境外势力 十万神经高手 你好歹也是大下帝君 怎么说得出如此愚昧的大话 十万神经高手 那不是满天飞吗 我怎么一个影子都没看到 撒旦 你的势力遍布全球 不相信的话 现在给你的手下打个电话 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装神弄鬼 我撒旦组持两百年的底蕴 其实你能轻易捣毁的 撒旦大人 怎么回事 刚才传了消息 撒旦组织被竞数拔出 什么 楚阳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觉得十万神经高手 把你一个据点 很难吗 绝对不可能 什么十万神经高手 明明明全球所有神经高手都在我这里 你不过区区两百年的底蕴 而我大下五千年的底蕴 要怪就怪 你们选错了敌人 看来是我小看你这个大驾地蕴的实力了 既然你的十万神经高手都不在这儿 那我杀你轻而易举 杀了你 大下就是我囊中之物 松下 你们做的够多的了 接下来 交给我 二十位神经高手 竟然被帝君一掌击飞 楚阳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如此实力 既然你这么强 为什么一直不出手 这个世界 需要新的知识 我要挑选合适的人选 而你南东家 这辈子 都会被钉在石竹珠上 不 不可能 我们还有神老 他可是神经大圆满 我承认我再一次 脚开了你的实力 你一定敌不过神老 神老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无论他实力多强 仅仅只是修炼了二十精英 而老夫 修炼了三百余载 实力 你达到世界之殿 一掌击飞他之命 神老 交给你了 小子 我本不想欺负于你 神老 神老 这 这就没了 来 知道为什么 把你留到现在吗 知道为什么留你这么久吗 因为大下正在崛起 需要一场战争 难免 是最好的人选 你利用我 你杀了我的父亲 曾经已经失去尸体了 我利用你 身上涉到我的手下 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 你不行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你 去死吧 拿着这 你拿着这 疼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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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提杀张东 怎么会 他就算是偷袭我 我也不会有事的 我把死了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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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阳 这 韩思雨 郭元森 孙三娘 他们 初遥 有些事 早已注定 老板 老板醒醒 来了 又做梦了 老板 你这是不是生意不好 摆着摊还是懒叫 不好意思 葱香菜辣子的要不要 加拙火腿 老板 我是上市公司的主管 我女朋友想在这拍个视频 这样 你的摊 先借我们娃娃 完了以后 您继续 我这是摆摊做生意的 不是让你拍视频耍耍的 喂 你一个地摊小贩 你转什么转 你没听我男朋友 可是上市公司的主管 你信不信 我让我男朋友 明天让你在这里摆不成 哎 没办法 像他这种社会底层人 根本不明白 我的身份 意味着什么 两千块钱 你的摊 我买了 你爱待哪 待哪去 这样吧 你们走吧 摊 我卖 我吃饭的家伙事 走 兄弟 你别得寸进尺啊 兄弟 你别得寸进尺啊 这么多人你看 这个卖早点的被那个杀了 哎对了 你不是你上市公司的吗 哪家上市公司的 我男朋友 可是有市集团的主管 我看你一个卖手抓饼的 我今天也不懂 我还是给你好好解释一下 嗯 柳市集团 全球市值第一个大公司 创始人 是挺青年 如今不过26岁 身价达万 行了 跟这种社会底层人说这么多 他也不懂 我再给你说说 刘总的老公吧 佩金国际的创始人 无论是明星 还是暗里的财富 全是佩金国际 都是绝对的霸卖 这再看看 你这一生破了 我估计 你连个老婆都没有吧 哎 不好意思 跟你失望了 我老婆 对我很好 就你 狂看 也是个丑八怪 没钱的货司 就你的吧 哈哈 哈哈 太好看了 哇 太美了 那不是柳氏金头的柳青岩吗 我竟然看到真人了 刘总 你怎么来这种地方了 你就是柳氏集团的柳青岩 今天手抓笔卖完了吗 没有 我睡了个懒觉 柳青岩 竟然对低他小负尸手 楚洋 跟我回去吧 孩子在家里念动你半天了 陪我哄哄他 嗯 行 那我们就结束 哄哄 孩子 难不成你是柳青岩的 老公 他 他叫楚洋 这不是黑信国际 是华氏人的名字吗 走了 啊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什么 啊 我爱你 我爱你 冀天 疯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